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中國民間組織《貴州人權研討會》 多年來遭到當地公安打壓 每到中共所謂的敏感日就要被警告 今年12月10號 世界人權日當天 10多名成員被帶離當地 強制旅遊 公安禁止他們聚會 也不允許與外媒記者接觸 陝西省西安市曲江大明工保護辦 拖欠員工工資長達4年 員工多番討薪無果 12月18號 在保護辦外拉橫幅抗議 甘肅省嘉域關市出租車運營局日前發出文件 聲稱要無償收回車主的出租車經營權 司機不滿自己耗盡家產購買的車被搶奪 12月16號 數百名司機到省政府維權抗議 雲南省取境市的一個建築工地拖欠民工工資 12月15號 數十名工人在街上拉橫幅遊行 抗議黑心老闆不給工錢